現在來到我們今次的讀書會 我們很開心今天可以請到沈一輝教授 他不喜歡叫做教授 可以簡單點稱呼叫Simon 來到我們這裡和我們分享 他對新保守主義的一些看法 容許我簡單介紹一下Simon Simon是一個國際關係的學者 他是主力研究社會科學的 他是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的副教授 而且也是中文大學研究所的學籍副教授 他研究的範疇就是國際關係 例如是中國民族與外交 國際的反恐、中美關係等等 如果要講Simon的歷史或者歷史 非常之長非常之多 但我想簡單介紹一下 最老套的說句 我覺得Simon是用青年才俊來用 都不是太過的 因為當他是在香港教育學院 做社會科學系的副教授的時候 他是全香港最年輕的副教授 而且他也是香港青年的 一個智庫團體的副教授的副教授 而他在2010年 也是在歷史上最年輕的人 去到美國排名第一的智庫 布魯金斯研究所擔任訪問學人 今天很開心可以請到Simon 和我們分享新保守主義 其實我們會問 可能我們都比較不太熟悉 因為我們主要探討宗教右派的問題 究竟宗教右派和新保守主義 如何在美國可以說是融合在一起的 而影響到美國的政治環境 以及是否會進入影響到不同的局際關係 今天就很開心可以邀請到Simon 和你到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Simon 多謝你的介紹 是不是最年輕 我想我一定不是 網上的東西很難作準 Inaway 希望大家有一個分享 我沒有資格說任何關於宗教的理論 我不是那一篇 我研究國際關係 不如我又 為何這本書關我事 開始帶入 其實 這本書提出了一些編者 他問我可不可以寫一些關於新保守主義的東西 因為他見到我以前出國管的書 這本就是通俗關於新保守主義的作品 他說 你只要把裡面的一些範圍 再重新訂過就可以了 我那時候也很輕鬆 那個是一個大學的朋友 所以就訂給他了 後來出版了這本書之後 我才會發覺原來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有不同的角色 我想這本書也有很多不同的內容 我試試探討 不過我也是出版之後才知道 原來都是幾關《明光寫》的事 所以我看看這個 看看這個意識 直到有朋友寫一篇《明光寫》的文 去回應這本書才知道 原來是這樣的 但是我想都是一些有價值的討論 我自己的部分就是 是想去專注在 這個 綠者關係或者政治的層面 即是這個 新保守主義 如何和這本書的主題 所謂的《明光寫》有關 那其實那個《明光寫》 是一本書頭五個《明光寫》 其實我帶了兩本書頭 那一間可以留給大家 所以其實這本書是想說回 在小布殊的任內 他如何將新保守主義 成為他的治國的意識形態 如何去interrupt 他本土的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 internal politics 所以我想不如今天 我會簡單地說回 其實一個不濃縮的版本 就是關於這個思潮 如何在過去的百年影響美國 以及布殊的做法 如何在那個宗教教的角色等等 但是至於很多關於定義 左和右那些 我想很多學者 他真的會看到那範圍 那我不會 譬如上個星期 應該是Bernadine 是否來過這個 我昨晚剛剛見到他 我想他們開宗明義說 因為世界上有一萬種 新保守主義 會左派右派的定義 我們明明都不可以 劃一的 即《明光寫》都不會說自己是 他的定義和大家一定很不同 所以我想我們 就不要太深究那個definitions 就是一般在政治學上 廣義演繹什麼是 新保守主義 他和美國宗教運動的關係 和布殊 其實內政外交 如何和這個意思不太好 我們講到 新保守主義 我們學術界叫做 New points 中文有時也做 流昌派 有新是有舊 舊的 舊又是怎樣 新又是怎樣 他們相信些什麼呢 通常我們教書的時候 就是會這樣說的 正如那個 chapter都會有提到 當美國的獨立戰爭發生的時候 有些人會認為 在當時的世界來講 都是一些很自由化 很迫進的 但是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上面 和法國大革命相比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保守的革命 所以整個思潮 正如這一本書我介紹 你可以由當時的世界 對這個左和右的演繹而產生 我們讀書的時候會有一本 叫做 對美國大革命 對法國大革命的 reflections 有一本這樣的書 其實它就是寫給美國人看的 就是說美國自己 那個獨立戰爭 搞完之後 其實都是相對保守的 可以維繫到 原本那個社會那個 價值 寫那個 hierarchy 所以這個是那個 我們想start with 那樣東西 那跟保守主義有什麼關係呢 那就是說 當美國立國的時候 其實不是在那麽激進的思想 所主導的話 其實裡面有很多現在我們眼中 所看出來比較保守的元素 就是譬如他的第二任總統 John Gardos 那他在美國歷史上面 就做了很多 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來 是可謂保守的行為 就是譬如他會通過一些法案 限制國民自由 言論自由等等 或者是通過一個叫做外僑與戰動法 那這些都是一些 比較是內向的 閉關事守式的一些行為 那這些跟我們今天的主題 未必很有 所以我們也有 直至那個關係 那我們直至那個關係 就是什麼是新保守主義 那舊的保守主義 就是由美國立國的時候 John Gardos等等 他衍生下來 然後到了二十世紀 都有一些人是信同的一套 那他基本上是說一些 isolation 就是自己孤立自己 那跟這個世界的 interaction是有限的 等等 那譬如在二十世紀最著名的 即當代的 舊保守主義者 有一位競選過美國總統幾次 叫郭鎮南 那他就被稱為 舊保守主義者 那這一套 他已經是相當相當適明的 而且這個年代 你很難被關自首 即是一個美國人 你不理全世界 那這一套是很少人再去信服 而新保守主義 就基本上跟舊的完全不同 新這一派 他為何為之新呢 那他一方面 他仍然是相信一些 右派很典型的思想 即是他要大市場 小政府 即原本他相信那些 經濟的層面 那他跟舊那套 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那一批 新保守主義者 是由左派走過來 那這個就是他們 最大的一個特色 那在六十十年代 那大家如果 就是年紀比較長 那些會有很親身的經歷 即當時的世界 就有很多的左傾思潮 美國國內有很多的 即所謂的革命的行為 那到差不多 當時的美國人 就開始有個反思 即為何這個左派 搞了那麼久 社會越來越亂呢 那所以呢 就有了一批 本來很信奉 這些左傾的自由思想的人 慢慢走到右邊 那因為他熟悉左派的運作 那所以他走到右邊 就令到整個陣營 有了很 fundamental的改變 那在布殊任內 他推介了幾本書 即是給美國人看的 即是說如果你想知道 什麼是新保生主義呢 就看這幾本東西 即是我喜歡看的書 那他那幾本書呢 基本上是圍著六十年代的背景 即是譬如有一本書叫 《美國同情深的悲劇》 那他就說到 當時的左派理念是很好 即是他搞 即是Lyndon Johnson 搞這個大社會 那是有很好的很成功的理念 想幫美國人解決很多問題 那為什麼後來養了那麼多懶人 即是according to 布殊的意思形態 為什麼後來搞成這樣呢 為什麼社會會這麼混亂呢 有這麼多hippies 那出現什麼問題呢 那他推介大家看的幾本書 都是圍著該時來背景的 那在這個背景之下 就出現了一批 即是由左走向右的人 那他就會發覺以前 他信奉的理念是錯的 即是他年輕的時候很激情 想著社會是這樣改變 那原來呢 會製造極多的副作用 那他們就所謂大切大五 走出來一個極端 就變成了新保守主義者 那他們跟舊保守主義者 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們有左派出身的背景 那所以他們很重視一些 以前的舊保守主義者 不理的東西 即是群眾運動 以前我們說的群眾 是一個左的概念 即是Marsis 那這群人走過去之後 就多了很多右傾的群眾 即是他們都會組織群眾 去上造 那這個是新保守主義者 用了一些左派的方法 去做一些右的活動 那另外呢 他們對一個大市場小政府 是相對沒有那麼堅持的 因為他們由左派出身 其實他們都認同 當時羅斯福的新政 在某些程度上都是有價值的 只不過是Linlon Johnson等等 將社會變得太過自由化 他仍然應該扭轉 但是他不是完全否定了政府的功能 所以在必要的時候 他認為政府是可以用一些行政的措施 去改變社會 就是他寧願有財政的赤字 都不想去到一個完全的教條式的 市場主義的學者 那這個是另一個不同 那但是最同大家關視的 就是他第三個不同 就是他認為社會 政府是有一個功能 去在道德價值的層面 做一個所有的引導的思想 那所以呢 這個新保守主義的那個公式 就是他一方面 他要主張有群眾的參與 對傳統的那個 但是市場的定義有少少的修正 而好著重那個政府 或者社會的那個第一層面 那個人令的作用 那有了這些東西 就是新保守主義 就有了他獨特的外交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那範 就是剛才那些都基本上 不是我的感覺 但是以下那些就是我的感覺 就是他有了這樣的意識形態 就有了一個拯救世人的理念 這個就是新保守主義 一個近年最被人批評的地方 因為他相信 他們是有一個使命去改變世界 就不同 和舊保守主義者是一些精英分子 就是因為精英的本子之代 大家不需要知道 就管理你們了 那這個新保守主義者 他有一個很強的mission 就是要改變世界 令他全世界都相信他的一套 所以他的反空戰爭 伊勒克戰爭 多多少是基於這樣的mission 而進行 所以全世界在過去那八年 就經過了很大的 很 fundamental的改變 而這個和布殊本人 那個新保守主義的理念 都是很有關係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宏觀去介紹 那但是究竟 exactly怎樣去演化呢 那我都想逐個chapter簡單的說一些 那在小布殊上任之前 那其實美國都有了 即這個新保守主義的苗頭 那一般人會有幾個人 有些學者 有些政客 那大家最熟悉的是 我似是列根 那列根就未必可以算是新保守主義者 就是他有很多事情 都跟小布殊很不一樣的 那只不過是 譬如在右翼的基督教的運動和保守的勢力結盟 基本上都是在列根前後開始 所以它在整個復旧中有很關鍵的角色 好像我們讀書的時候 即是我在90年左右在美國讀書 其中那些教科書都會講到 右翼的基督運動在列根的任內 如何興起它的思想 如何改變美國的政策 在列根的任內 另外它究竟做過什麼呢 首先它自己本人很強調它有一個宗教的感召 這件事是它可以用來戰爭冷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它之前的總統是卡特 之前是福特 在70年代經常都有人批評美國人是喪失了靈魂 即是它過分自由化 接著就算是共和黨 但是如果現在是共和黨當時的尼克遜都是過分現實主義 就 AO 便沒有任何任何任務 那 played 列根這一派則認為應該正式這個問題 即美國是不應該只說 ι quelqu'un 不視 sine okay 所以它就開始強調整個 窗體扭轉、道德、社會價值等等都是重要的 而列根其中一個最大的個人特色就是他是一個演員 以前的右派就給人一種很精英化的感覺 列根基本上是有了一個新的形象出來 他經常都承認自己的弱點,有很多的缺失 但也做到總統,為什麼這樣做到總統呢? 多多時需要和他這麼堅定的理念有關係 那列根這個形象是令到右派有了一個全新的,即是所謂重新的感覺 之前在七十年代的時候,一度他們覺得已經沒有什麼希望 那麼他到列根這八年就突然間去扣立他這個美國右翼的勢力 那麼當時他在競選加州州長的時候 他已經很強調他自己的所謂道德的力量 就是說他寧願自己落選都不會接受黨內人,即是不會接受黨內人的門合 那麼他一直都是想主打這個形象 那麼當時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個形象呢? 就是希望他用這個道德的勢力去回應濫戰蘇聯的挑戰 那麼他在那八年基本上就將這兩件事很緊密地掛勾 一方面他說對方是一個持有帝國 另一方面他自己是有道德的感照 那麼而他為什麼有道德感照呢? 那麼多一點跟他國內的宗教結盟有關 就是他會有了這個話語權 然後人家證明他其實都是有信念的人 那麼這兩件事這樣去討論之下呢? 那麼我們會發現他其實是成功的 那麼特別是對蘇聯那方面 他將他自己的內政、外交和國際層面和教宗的合作等等 完成一體之後呢? 那麼經常歷史學家都會認為冷靜的宗教 和他這樣的策略都是有直接的關注的 那麼而究竟這個新保守主義在列根之後 為什麼又可以突然間這麼盛行呢? 那麼其實小布殊的爸爸 即是老布殊 他就相對沒有這麼崴在這個保守主義 那麼但是呢 自從列根上任之後 這個陣員開始持有了很多資源 很多的勢力 那麼慢慢有自己的班底 有自己的智庫 那麼在小布殊上台之前呢 那麼他有一個 即是這一班新保守主義者的聚集 一個think tank 叫做PNAC PNAC PNAC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er 即是美國新世紀計劃 那麼他在布殊上台之前呢 已經離定了所有的政綱 特別是外交方面 怎樣去改變世界 怎樣去改造社會 然後怎樣可以保持美國的霸權 那麼基本上他們在做這些事情 那麼在2000年之前呢 他們發表了幾個報告 那麼我們現在知道 這一刻戰爭 在2000年之前呢 早在90年代 這班新保守主義者 就已經計劃了 那麼當然 他當時不肯定自己是否上台 但是這個一直都是他的施政代綱之一 而這個陣營的智庫 即是PNAC 就包括了之後布殊內閣 很多重要的人物 包括這個Donna Rums 即是林姆斯基爾特的國防武將 那另外包括了 都以福威慈 即是之後 之前他的assistant 身邊去了做 即是在金融那方面 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另外還有很多很重要的學者 那這些熟識大家會熟識一些 譬如Francisco Priana或者谷山 那他都在那個智庫裏面 那如果說到最有影響力的學者 那是Crystal兩父子 即是他就是這個新保守主義 那個陣營最出名的那兩個學者 那他們有一本 即是創立了一些雜誌 他不斷宣揚這些新保守主義的理念 有一個Republic Interest 一個Reakly Standard 那他們就經常會將他們 六十年代的經歷 成為了他們宣傳傳導的時候 那個introduction 那就是說其實他們不是一些 不惜民間疾苦的人 不是一些傳統的精英 他們本身的出發點 和左派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要改變社會 都是知道社會有很多問題 只不過他們就覺醒了 就是發現以前那裡是不行的 那才走過去 那這個這樣的說詞 在美國是比較convincing 因為他們就給人家一種感覺 他是曾經滄害 即是動色對方的不足 他才去這個陣營 那而他們為什麼動色不足呢 在那幾本書裡也有說 例如有一本書叫做 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 這一本就是講六十年代 給下層階級的遺產 就是其中一本所謂 新保守主義的天書 它就是針對著這個大社會改革 即是LVGA的改革 做出社會埋位的行為 他認為現在的理念 就是要重新改變這個價值 那這一堆這樣的著作和思想 去到九十年代 在這個職業內部 就會得到比較多的支持 那布殊在二千年競選的時候 就自然得到他們全力的支持 那當然我們沒有一個 很具體的量化的研究 去說教會和布殊上台之間 那個量化的關係 那但是我們看回美國國內的報導 很多教會是完全要鼓勵他們的選民 投布殊一票 那很多教會是變成了共和黨的莊強 那這個現象是跟美國的傳統 其實是比較相違背 就是他們很希望 政教千萬不能掛勾 就是一定要分得開 這是他們立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那但是近年這個新保守的運動 就將教會和政治的關係 會拉得比較近 而布殊 即是布殊競選的期間 都受他們的幫助不少 那譬如呢 那這本書有一個篇章提過 那譬如有很多的教會 那他們為何會支持布殊 那其實基本上跟他們自己的發展都有關係 那因為譬如這個新保守的運動 他們會比較抗拒一些 即譬如進化論 那他們都會希望 公開學校可以教這個叫做創世論 那但是一般公開學校不會教什麼的 那所以如果他不斷去支持一種 以色違反派的人去執政的時候 那或多或少和他們的資源 就會有了一些反對的幫助 那所以很多論文都寫過 當他們支持這個運動的時候 對他們那個教會本身 是否都會有正面的發展影響呢 那是否政府都會放了一些資源 在他們那裏呢 是否都可以鼓勵他們自己辦學去不搞 即是不跟以前那一套呢 那所以裏面呢 就是在神宗教神理念之外 就多了一些self-interest recalculations 那而當我們會發現 在過去的八年布希有了 一種宗教的能量支持的時候 他國內的施政 亦都多了很多宗教的色彩 那譬如葛培里這個家族 在政壇有很大的影響力 那他經常都會用宗教的語言 來講他的外交去說話 那這些其實是國際關係的大忌 譬如他講這個911反恐 來不來他就會提到十四軍 那這些呢 是十分十分之政治不正確 那你頭那兩次 你當他是 即是不要讀小勤野 講流粗口 後來你發覺他越來越多 都是枕樹地這樣說 就你發現他不是 即是不是不小心地這樣說 而是專門去將這個戰爭 和當時一個很強烈的 有宗教色彩的戰爭 去相提到 那所以為何他印內 受到這麼多爭議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將這個本身 一個純粹的外交政策 變成一個非黑即白的 有道德色彩的 moralistic的政策 那就令到全世界就會發覺 如果他繼續這樣執政下去 用一把尺這樣量度下去 這個世界是會有問題的 即是會好像當時那種 宗教戰爭的非黑即白 那麼去到他的第二個任期 他發覺是 即是 頭那個任期 明顯是太過分了 走得太超前了 所以他第二個任期 是開始退彈一些 就沒有這麼明顯 教這個申保守主義的 那麼去到他08年落台的時候 基本上 頭那四年的申保守主義者 很多人已經走了 那麼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申保守主義者 是徹利 即他是副總統 那麼據稱他落台的時候 對布殊相當之不滿 即是說他不夠堅定 不夠換切始終 即是不夠右 那麼他現在就 世間本會一隻蠻蠻蠻蠻蠻的 那麼大家都在期待他一般 另外就是 去到他08年之後 現在 他當時那個致父 PNAC 基本上就名全失望 就沒有人再上班了 那麼 即是表面上 這個思潮就好像已經是終結了 但是 是不是真的會這麼簡單做終結呢 剛剛在兩個月前 我去美國做過一個訪問 那個訪問就是 找回一些前朝 即是布殊的朝代的人 他怎樣看回現在的美國局勢呢 怎樣看奧巴馬呢 怎樣看他們 當時的申保守主義的理念 會不會從千許不凡呢 那麼我訪問了一個叫做 Eliot Adams 他是布殊的年代 在中東教這個民主革命的人 那麼他就很資深的 即是80年代開始 在列根的政府 就已經有個職務了 那麼他就主張 無論你是左翼的獨裁者 還是右翼的獨裁者 都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要推回來的 那麼以前不是這樣的 即以前不如你黑信 你是右翼的獨裁者 就是我們的朋友 譬如智利的皮諾切特 但是在80年代開始 這個Eliot Adams 那他就會 應該Eliot Abrams 艾布莫拉斯 那 Abrams他就會認為 就算是右翼的獨裁者 都是我們的理念的對手 都是我們的敵人 那因為他主張這些東西 所以開始美國就減低了 譬如中南美洲獨裁者的支持 亦都減低了 譬如對馬可思 對獨裁者的支持 那現在問回他 那麼你怎樣看 你過去做了30年 一個新保守主義的政策 究竟你認為美國人 還Bin and Buy呢 你將布什的公式 即是一些 Modify 了的 用群眾的方式 推揚右翼的理念 然後去改變世界 有這個執政策的觀念 然後有宗教的支持 究竟這個公式還行嗎 那他就說 其實奧巴馬表面上 在國際社會很歡迎 但是在領導的層面 其實大家是喜歡布殊奧巴馬去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他容易相處 容易打交道 另外有很清晰的一個綱領 大家可以跟隨 那根據他的說法 就是說 譬如我們看到現在 現在在中東有沒有理會革命 埃及和特尼世界等等 就是他會認為 如果不是當年布什 搞這個新保守主義的外交 中東基本上 就不可能有今次 這個民主化的思潮 那他認為 布什的人類社會 是相當大的貢獻 那也都認為 如果沒有他當時的做法 那現在奧巴馬也不會 有他現在這樣的成就 但是他也都認為 因為現在奧巴馬的政府 只是固存利益 就不理理念 就不再講當時 布什講的所有理念的東西 就不再講講宗教 那這一套是不可以持久的 那如果你看到 利比亞戰爭 利比亞戰爭是 是一個歐洲牽頭 北約牽頭 法國牽頭 那樣 而美國是跟在他後邊的 那他就說 如果當時布什 還在位的話 就一定會牽頭 去將卡達菲剷除 然後說很多 好人意道德 但是要想完的話 那現在奧巴馬的做法 就是跟別人的美 就自己很被動 那這一種 就跟以前 新保守主義的作法 完全不符 那他認為美國人 是不會喜歡美國 是那麼軟弱的 那所以他會相信 如果是這樣下去的話 美國人慢慢 就會中擺 就會去回新保守主義的環境 那他也會認為 在奧巴馬的陣營 就是所謂的現實主義的陣營 即是只講利益的realist 那這個陣營 是沒有太多接班人的 那但是 新保守主義的陣營 就是人孩兒子兒子 即是按照他 那有什麼人才呢 那有什麼人才呢 那譬如阿拉斯加的前週刊佩林 就強行中一個很好的人才 那大家知道佩林的競選 上次副總統都有極大的爭議 那但是阿拉斯加是一個 比較保守的州份 那在這個州份 有了一個比較保守的領袖 是絕對可以理大的 而佩林、茶黨等等這一套 就是他們現在的以後果 那在下屆選舉 那究竟他們的成績會是怎樣呢 那其實現在都絕對是不知之數 特別現在美國國內有很多的爭議 那所以我們不能夠很簡單 因為布殊下台 就會勾了新保守主義的重點 那相反呢 他們那個根基還在那裏 那裏面是那個宗教那個勢力 一直都是存在的 那通常我上課的時候 會將一個例子作為一個 即是短的 summary 我們經常說中東有好無主義 那但是其實如果我們用 新保守主義那個系譜 去演繹美國國內的一些極端行為 其實都可以很好 那譬如我們經常都會講 中東有很多的譬如半島台 或者是黎巴嫩的珍珠島 那個燈塔台 都經常宣揚那些所謂激進的思想 那美國國內都有一些這樣的電視台 宣揚新保守主義的思想 譬如如果大家有美國的南部主播 他們有一個叫TBN Trinity Broadcast Network 那它就是不斷的宣傳 即是教教語 即是放在去可以捐錢 然後有些人來跳舞 就是傳教 那整個台整個都做這些 那經常就會成為了 新保守主義去宣傳他們自己的內容 那他們一般的精靈 也會鼓勵到他們國民 用一種比較非黑積化的觀念去面對社會 面對世界 那譬如很多時候美國國內都會很無主要 有時就是一些極右組織 他們自己因為受到這樣的思想影響 也都會令他們的行為比較偏激 所以他們整個體系其實是比較維持的 不是一個短期的活動 因為他們歷史上有很悠久的傳統 也都是有比較嚴密的網絡 所以當我們在下屆的大選的時候 我會相信這個陣營的人 會比一般我們想用的表現好 因為那個鐘擺 到時候很可能就會輸回到差不多那邊 就算贏不了選舉也好 在這個Lobby的人 他會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這因此我們就可以這樣 conclude 我們講這個宗教右派 那其他的範疇怎麼說 這個不是我自己的環境 我自己很喜歡研究國際關係 對外交的層面 就是外交的層面 這個陣營的意識形態 不會終結的 而且很可能在未來幾年會走回頭 那如果到時候是這樣的話 那布殊的歷史地位是會有提升的 即是現在我們對他形象很差 覺得他做的事情很不行 但是在他那個陣營那裡 我覺得他起碼是有魄力去走一個新的路線出來 那只要這個路線慢慢 如果越來越多人走的話 那他的歷史評價會和今天不一樣 那我想我自己那部份 這樣有很多人去做評價 好 那也很感謝Syman 跟我們分享一下他對新老舊主義的提法 那或者大家會不會有什麼問題想問大文 很感謝 謝謝 感谢观看